民眾抱怨 根本買不到雞蛋 國內的缺氮危機究竟應該如何解決 除了從澳洲進口應急之外 農委會認為 根本知道是 改善飼養彈機的養晴場 因為傳統的開放式空間 環境髒亂 容易成為禽流感病毒的溫床 現在政府規劃 把養晴場所建升級 氣候或是什麼影響 我們希望把影響減少的最少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說希望能夠 進來變成是被開放式或是水延 就是第一個 目前全國淡機場負數共兩千一百一十八場 只要把傳統情場改成密閉負壓水廉勤社 或非開放式勤社 就能降低病毒傳播風險 還能提高經營效率 改善環境衛生 農委會計出補助標準 飼養規模 少於五萬隻的機社 每場補助二分之一 改建成密閉負壓水廉勤社的 補助最高不超過一千萬元 改建成非開放式宿舍的補助最高 不超過四百五十萬元 如果飼養超過五萬隻雞 則提供專案農袋兩年面積補貼 那這個計畫會在今年一直到114年 大概分三年來完成 那我們一共編列四年五億 農委會同時也將福島養青廠 導入智慧永續設備及靜靈循環 相關污染防止設備 以節省人力成本提升激憤處理效率 多管席下不只想解決決單問題 更是從源頭作息 讓台灣農民於木業徹底神級 華視新聞保天候震輪 台北報導 哈囉我是葉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